雷妮是个极度自卑的胖女孩 她非常的羡慕那些拥有完美身材的女孩 所以为了获得完美身材变得漂亮 雷妮做了很多的努力 又是报名参加健身房的奇迹课 又是跟着美妆博主学摇滚卷发的 但好像都没有什么用 雷妮还是一直活在肥胖的阴影下 在实体店买不到衣服不说 就连跟小朋友打招呼都会把小朋友胖哭 除此之外 雷妮还非常在乎他人的评价 所以她害怕把自己的照片上传到社交平台上 然后焦急的等待 预览量和点赞数的感觉 但这次是个例外 因为两个闺蜜注资的社交平台 必须要三个人合照才可以 所以雷妮脸为其难的答应了闺蜜们的请求 和他们拍了张三人都觉得挺有意思的照片 雷妮为一家知名的美妆公司工作 但她的工作仅限于地下 她的办公室在地下 她的工作在地下 这样的生活让雷妮觉得自己像个见不得光的小丑 只能生活在暗处 所以雷妮渴望拥有一个完美的身材 渴望拥有一个无暇的脸庞 这种渴望非常的强烈 尤其是在她知道公司要招聘新的前台 看到了总裁Alifor之后 前台是雷妮梦寐以求的职位 因为雷妮觉得只有形象好的人才能当前台 才能够代表公司的形象 但雷妮很有自知之明 她知道自己这个样子是成不了前台的 所以她就回家看电视去了 不知道是不是机缘巧合 雷妮刚好看到一部小男孩对着神像许愿的片子 而且还许愿成功了 于是雷妮就效仿小男孩 也跑到神像面前许愿 说她想要获得无可争辩的美 随后不知是神像起了作用 还是健身房的老师发了魔功 雷妮在经历过一场 因为灯坏健身脚踏板而晕倒的事故之后 就彻底变了 但雷妮变得不是外貌 而是看自己的眼光 雷妮的眼睛好像摔出了问题 她看到的是完美无缺的自己 是拥有魔鬼身材和天使面旁的自己 从此以后 雷妮整个人就像宠户新生一般 非常的生机勃勃和充满自信 自信到日常走路都是带着风的 而且因为这份自信 雷妮做到了很多她以前不敢想 也不敢做的事情 比如在干洗店主动给伊桑留下自己的电话号码 又比如积极地应聘前台的职务 雷妮的面试很成功 她用自己的方式赢得了面试官的赏识 就这样雷妮从狭小的地下办公室搬了出来 转而成为了公司的前台接待 雷妮的前台工作做得非常好 服务周到自不必说 而且还非常的幽默和风趣 除了本职工作外 雷妮还给公司的新产品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 而且还因此收获了总裁艾利弗的赏识 这晚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之后 雷妮主动给伊桑打了个约见电话 雷妮觉得伊桑不联系自己 可能是因为她不太好意思 所以雷妮决定帮伊桑打破这个僵局 于是就主动联系了她 约好见面时间后 伊桑和雷妮两人就见面了 刚开始两人只是在街上瞎溜达闲逛 但后来雷妮却把伊桑拉到了一个穿比基尼比赛的现场 更为惊喜的是雷妮还准备亲自上台参赛 这边伊桑看着雷妮摩拳擦掌的行为 吓得眼珠都快出来了 她担心雷妮的出场会带来喜剧效果 因为参加比赛的都是一些身材火辣的美女 但雷妮好像看不见伊桑眼底的忧虑 反而兴致勃勃的参加比赛去了 果不其然伊桑担忧的情况出现了 雷妮一现身场子就冷了下来 但这点小冷场于雷妮而言根本不算什么 她很快就用一曲热舞找回了场子 雷妮跳得非常自信 非常的富有激情 就这样场内的气氛渐渐回温 人们开始为雷妮欢呼雀跃 雷妮没有获奖 即便她收获了众多的掌声 但雷妮一点也不伤心 她觉得是台下的观众太不会欣赏了 从这之后伊桑渐渐对雷妮改观 她觉得雷妮是一个很有自信 很有想法的人 她喜欢雷妮身上的自信 喜欢雷妮身上不顾一切的洒脱 所以伊桑很快就和雷妮发生了肌肤之亲 两人发展成了男女朋友的关系 这天雷妮正在公司上班 然后艾莉弗突然过来找了雷妮 艾莉弗想听听雷妮关于公司即将推出 复显新品的宣传意见 因为艾莉弗不知道是不是要继续沿用 以前那种专柜介绍的方式 而且艾莉弗的祖母好像不太赞同 继续沿用这种传统的宣传方式 所以艾莉弗就来问问雷妮的意见 毕竟雷妮曾给她提出过很好的建议不是吗 同样的 雷妮这次也给艾莉弗提出很中肯的建议 她建议艾莉弗不采取传统的专柜宣传模式 而是采取其他的方式 因为专柜有一种正式里 她会劝退很多的消费者 劝退那些不喜欢被专业人士审视的消费者 其实大多数消费者都不太喜欢别人在自己的脸上指指点点 不喜欢别人一直盯着自己脸上的瑕疵看 所以雷妮建议艾莉弗改变宣传策略 听完雷妮的话后 艾莉弗有如当头棒喝 于是瞬间恍然大悟 难怪她老觉得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原来问题在这儿啊 其实艾莉弗也有一个困扰 那就是她的嗓音很细 她发不出响亮的声音 为此艾莉弗还专门去找了声乐老师 但依然没有效果 随后艾莉弗还邀请雷妮一起去波士顿 参加复现产品的宣传活动 艾莉弗觉得雷妮肯定能很好地帮她 这边雷妮听到艾莉弗竟然在邀请自己 于是非常开心地接受了邀请 接到要和艾莉弗一起去波士顿的邀请后 雷妮整个人都飘了 而且还因此放了两个闺蜜的鸽子 原本姐妹三人是准备一起出去玩的 但是中途雷妮却扔下两人自己走了 很快的时间来到去波士顿这天 雷妮是搭艾莉弗的私人专机去的波士顿 与他们同去的还有艾莉弗的哥哥 在飞机上艾莉弗还给雷妮升了职 把她升成了专门负责复现产品的副经理 到了波士顿后 雷妮三人在一家酒店下了她 然后雷妮开始在自己的房内 准备明天要用的演讲稿 那雷妮准备的途中 艾莉弗的哥哥却来了 她因为妹妹禁止在房内订餐 所以就来雷妮这里行个方便 订好餐后 艾莉弗的哥哥开始夸战雷妮 她问雷妮你怎么这么自信 你是怎么让别人注意到你的 哥哥很欣赏雷妮 于是说着说着 哥哥就想靠近雷妮 这时伊桑的短信突然发了过来 雷妮健壮立刻清醒过来 然后一把推开哥哥进了洗漱间 随后还于慌忙之中摔了一脚 这一跤帅的雷妮眼貌惊心 直接晕了过去 而且因为这一跤 雷妮直接被打回原形 她的眼中没有奇迹了 她又能看到真实的自己了 那个身材依旧肥胖 脸蛋也不出色的自己 自从发现自己身上没有发生奇迹后 雷妮的自信像吸了红的堤坝一般 蜂拥而出 顷刻便没了踪影 因此雷妮并没有参加 阿丽弗主讲的复显产品宣传 而是急匆匆地把事先准备好的演讲稿 交给了同事 让同事转交给阿丽弗 然后雷妮就回家顾镜自连去了 这时阿丽弗给雷妮发来了电话语音 她告诉雷妮 她按照雷妮说的去做了 宣传活动弄得挺好的 但阿丽弗却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好 所以她希望发布会那天 由雷妮亲自上台展示 听完阿丽弗的留言后 雷妮又接到了男友伊桑的聊天视频 但现在的雷妮根本不敢面对伊桑 所以视频的时候 她就一个劲地往桌子底下钻 企图隐藏自己 眼中的奇迹消失后 是瞎对别人的 除此之外 雷妮还去找了朋友 想跟朋友重归于好 但朋友们不太想跟雷妮重归于好 因为雷妮之前不止放他们鸽子 而且还在别人面前嘲讽过他们 可即便如此 朋友还是告诉雷妮 我们跟你玩不是因为你的长相 只是觉得你又有趣又温暖 你为什么一定要认为 所有的人都在乎你的长相呢 说完就关了门 在朋友那儿吃了闭门羹后 雷妮给伊桑打了个分手电话 然后在街上大哭了一场 也许是哭泣将雷妮脑子里的悲伤 排除了不少 所以雷妮再次回到当初 带给她奇迹的健身房 然后再次抱选了当初的奇迹客 雷妮企图复现当初的奇迹 但天不遂人愿 奇迹没有再次发生 雷妮还是那个雷妮 不过雷妮却因此遇见了一个黑发美女 还因为和美女的一番谈话 重复新生 而且黑发美女还要去参加 雷妮负责的复现产品的模特面试 随后雷妮整装待发的 搬成运食工人的样子 回到了公司 她也因此而定到了公司 为享美之恩而生 雷妮雷妮瞬间恍然大悟 于是转身给朋友们 发了个道歉和约见的语音 就这样 时间很快来到新品发布会的当天 发布会现场 艾利弗站在舞台上 续续地缠说着新品的创作介绍 但笑谷好像不太好 因为艾利弗的声音太细太小了 这是一个身影出现在艾利弗身后的木连上 然后拼命地撞击木连 男人的举动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他们纷纷盯着舞台上的人看 随后木连撕开 神秘人物出现在舞台上 来人正是雷妮 雷妮用自己的经历 为新品的介绍做了一个影 她向人们展示了不同时期的自己 讲述了自己受歧视的经历 随后引出了这次新品的生产理念 正是自己 接受这个并不完美 甚至有点小瑕疵的自己 这个产品虽然不会改变你 但是它适合每一个自信的女孩 就这样新产品的发布会 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发布会结束后 雷妮心中的结算是彻底解开了 她现在已经可以正视自己了 所以她就去伊桑家找了伊桑 跟伊桑道歉 向伊桑解释她之前的举动 但殊不知 伊桑刚才已经看到发布会了 所以她知道雷妮的经历 知道雷妮的纠结 随后两个确认心意的人重归于好 而且雷妮偶尔还会去奇迹健身房健身 超大好美人到这就结束了 其实估计大家也看出来了 本片讲的是一个自信的故事 自信让雷妮变得富有魅力 自信让雷妮踏上了人生的另一个旅途 虽然自信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但我们不妨问一问自己 你是否真的能够完全的正视自己 不去在乎他人的眼光 然后率性而活呢 这样真的挺难的 即便我们知道生活是我们自己的 但我们总不可避免的 会去在意他人的目光 他人的评价 所以看完本片后 衷心的祝愿大家可以像女主一样 自信其精彩的活着 然后不随意的批判他人 好了 那我们今天的电影就分享到这